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是这样 说一句不喜欢就是说再黑王心灵 总是一副他们王姐最美 他们王姐就应该第一 别人拿第一就是不配 造谣别的姐姐 点进主页全是王心灵的粉丝 粉丝行为偶像买单 虽然有点不合理 但确实是这样 他们粉丝动不动就说是一代人的青春红了好多年 周杰伦 林俊杰 SHE 蔡依林这些人 应该比她更有知名度 反正铺天盖地粉丝的朝黑行为已经是让人很无语了 王心灵姐姐确实是唱的歌很好听 也是有实力和人气 可有人不喜欢 喜欢她的人有人在 这么多人的喜欢却一两个也没有什么区别 郑秀妍是个很目强的人 她不会与比自己弱或者是比自己低的人交往 她在练习生时 妻几乎只跟美国回来的练习生玩 要么就是那些跟她资源差不多的老的练习生玩 比如林语儿 校渊Tiara的朴素妍 但是她与金泰妍 徐贤甚至是更年少的练习生几乎没有交集 还有 她要么就是跟艺人玩 比如SM前女艺人丁娜 演员朴米英等 虽然出道后她与金泰妍有过蜜月期 有没有真心不敢说 但那时候为了团队也好 为了自身也好 他们确实是有着亲密交流的契机 但是但凡认真地看了她这几年的各大社交平台 也能够感受到 她要么喜欢跟美籍的含义玩 要么就是喜欢跟ONI玩 她在香港 韩国一堆ONI朋友 基本就是比她有人脉在鸽子圈子里有资历的人 现在与她玩的最好的就是模特 Enric Kim 不用说吧 Enric是美籍的二人友共同的话题 现在她也是结识了Black King的金珍妮 金珍妮虽然是她的后背 但却是当红的偶像 很显然感受到了她在开始搞个人品牌后 就开始整个圈子交友向时上圈好拢 热衷地结识了很多Oni 这种交友方式是无分对与错之分的 自己过得开心就好 她对生活的态度有品味有要求 其实比刚出道那几年 郑秀妍确实是成熟了很多 但是依旧对舞蹈有着强烈的热爱 那种拼的法子 那种拼上去就当了 し替能睡觉 再次垃去的 不乱性 或是就回家 偶像 鼓劝 8 1 3 7 4